惭愧弟子开集 今日恭敬报告的主题是 德尊普贤的十六正事 一 无量寿如来会书胜庄严 近日 恩师上镜下空老法师 宣讲无量寿经 德尊普贤第二 为我们介绍又贤护等十六正事 正是一称大事 是菩萨的别名 是大道心的有情众生 黄念族老居士在注解中说 本品明得尊普贤 代表与会之无量无边诸大菩萨 贤供遵修普贤大事之德 而普贤之德最为核心的内容 就是十大愿望倒归极乐 从今年六月以来 静供恩师在极乐寺开办无量寿如来会 法言庄严殊胜 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参道友前来学习 极乐寺旁是安平宁静的海港 许多远航归来的远洋轮船都在此处停靠休憩 修养生习积蓄力量以待下一次的远航 同样的 各地同修都来到极乐寺恭敬聆听无量寿经 为能够超越六道轮回 抵达生死彼岸极乐世界做充分的准备 在这艘通往极乐世界的航船上 上进下空老法师和海贤老和尚 就是为我们领航的船长 无量寿经开端 首先列举声文众 以五尊大阿罗汉为代表 接着列举菩萨众 出家菩萨有三位 普贤菩萨 文殊菩萨 弥勒菩萨 在家菩萨有十六位 贤护等十六正式 贤护等十六正式 是在家菩萨的上手 代表无量寿大会 是普度众生的法会 因为净土法门 是三根菩被 力顿全收 上从等觉菩萨 下至地狱众生 包括变法界 虚空界 一切诸佛岔土 无不是当机者 特别是六道凡夫 正是净土法门 主要教化 接引的对象 二 深达正道的在家菩萨 进宫恩师常常教导我们 在家学佛正得果位 跟出家人无二无别 三贤十圣 甚至圆满成佛 通通俱足 佛陀在世 唯摩居士是一位在家的佛 世尊的大弟子 如舍利福 穆金连尊者 是出家人 见到为摩居士 都要顶礼三败 又绕三渣 因为他是佛 因此 我们对在家菩萨 决定不能有清漫之心 在注解又贤护等 十六正式经文之时 念公引用真解云 此等大事 外现凡行 内深达正道 外面是世间在家人的身份 可实际上 他们都是大彻大悟 明心见性的等觉菩萨 他们在凡俗的社会中 和一切众生保光合尘 及和光同尘 却久出于邪道 深达于正道 末法时代 在洪护正法上 在家菩萨的行持 令人十分敬佩 惊养 从今年一月份开始 圣贤教育协会 在香港明报及明月月刊上 相继发表群书制药专题文稿 板面的上方是净空老法师的开示 下方是落实圣贤教育的现代得范 我们发现 除了群书制药 养生专题 是堪载海贤老和尚的生平之外 其他的专题 全都是在家菩萨的事迹 刘肃云老师 胡晓琳老师 陈大慧老师 蔡李旭老师 吴念博董事长 谢一辉董事长 谢家替会长等等 这些菩萨 都是得尊普贤的在家大德 令人无限亲养 弟子在亲近这些大德 聆听他们的教诫之时 深深感受到 他们在信愿念佛 深入经教 堕食经教等方面 都是弟子远远不能相比的 特别还有许多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老师们 在这个时代 视现内圣外辱的形象 以圣贤君子的身份 出现于世 而实际上 都是戒德庄严 心求极乐的在家大德 怎不令人赞叹敬佩呢 敬公恩时 在7月14日科著中 宣讲德尊普贤第二史 还特别举出 刘肃清老菩萨 欲知实质 自在往生的真实例子 说明在家学佛往生净土 成就与出家无二无别 到了极乐世界 皆作阿维悦志菩萨 因此 我们千万不可以轻视 在家的修行人 哪怕是造作恶业者 说不定他们临终忏悔 十念一念自在往生 成就比我们还要殊胜啊 三 极乐寺的参学心得 弟子在极乐寺参学 真真切切地感受到 确实是有很多在家菩萨 把敬公恩时日日宣讲的 无量寿经落实在日常生活之中 令人无限感动 2014年6月 在上进下空老法师的指导下 极乐寺多元文化教育中心 决定开办群书制药学习班 授课老师是张友恒教授 从今年7月底开始 预计在三年内将群书制药50卷全部学完 张友恒教授是成功大学的教授 曾在大学开设宗教哲学 佛学与人生等课程 张教授在静中学会开讲无量寿经课程 至今已20年 他编写了一部《佛说大成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绝经》 研习报告 金公恩时亲自提写书名 是一部很有价值的研习报告 弟子恭敬学习这部报告 见其内文 仿照念功脊柱的方式 理事兼备 引经据典 响引案例 内容丰富 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 除此之外 张教授还有一部幸福人生六十首则 称为现代弟子规 金公恩师为之亲自作序 并指出 此书对现代人认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教育 很具启发性 此书援引很多真实的案例 来阐述五轮、五常、四维、八德 与美国龙·克拉克所著的优秀是交出来的 有异曲同工之妙 弟子去年 有幸曾经和悟行法师张教授一起 在极乐寺四楼 一同向同修们汇报学习心得 在此期间 对张教授尝尽谦和的处事风范印象很深 今日在攻读幸福人生六十首则 诚感因由在耳 当见贤思齐而效法之 记得金公恩师承说 孝敬是事出事法的大根大本 这两个字丢掉 在个人来讲 一生的幸福没有了 家庭的幸福也没有了 在社会来讲 必然造成动乱 对地球必定带来许许多多的灾祸 我们看到古老的建筑 几千年还屹立不动不摇 那是根渣得深 基础做得好 弟子有一位共修多年的同餐道友 他和他的同修都是留学美国的博士 近来 由于他九十三岁的老母亲身体欠家 因此他就和同修共同护送母亲 来极乐寺念佛修行 弟子看到他每日亲自护理 母亲生活起居 洗衣喂饭 擦屎擦尿 所有又脏又累的工作 全都亲力亲为 甚至常常半夜二三点 两三点就要起来 帮母亲换衣服 洗澡 一天要洗好几次 非常的辛苦 这在常人看来 是不堪其苦的事情 这位同餐道友却是甘之如意 不改其乐 看到他满脸的喜悦 令人生起无限亲近之意 这使弟子不仅想起 海贤老和尚的传戒恩师 对徒弟们常说 海贤是在实际生活中修佛 这最难得 除此之外 这位同餐还常常劝勉母亲 要认真念佛 父母离尘垢 子道方成就 他真是克尽了为人子的孝道 四 一佛出世千佛永护 古人说 一佛出世千佛永护 因为佛佛道同 他们全都是到世间来弘法立生 帮助我们这一生圆满成就 因此 无论是台前的主讲者 还是幕后跑龙套的 无一不是佛菩萨的慈悲视线 极乐寺摄制主师兄们 所从事的是非常辛苦的工作 他们特别的敬业和负责尽职 尤其是对我们无量寿经科助学习班学员 每日的心得报告 摄制主的师兄们 都要不厌其烦地校对上字幕 有时在开播前数小时之中 还在不断地修改措置 有一次 在课程结束之后 惭愧弟子非常感恩地向父控室的师兄们 问讯行礼 表示感谢 想不到 这位年轻的师兄却说 只要对众生有利益 辛苦一点也没关系 弟子当下感到无比的感动 深感自己在台前实施凡夫 幕后才是真正的佛菩萨啊 而每当弟子在学习班中 不慎将心得报告的文字念错时 极乐寺的指示都会等候在门口 耐心细致地为弟子讲解这个字的 正确读音和用法 弟子内心无比地感激 胡居士也会不时地前来鼓励弟子 护法大德们的关心帮助 是我们在学习之路上的无尽动力 俗话说 法轮未转十轮先 在极乐寺负责斋堂的执事和义工菩萨们 非常的辛苦 他们每日都要准备数百人以上的三餐饭食 每日傍晚 当来此听经的各地同修 要乘车返家时 在极乐寺的门口 每个人都能够领到一份热腾腾的饭食 以便在旅途中享用 饭菜都是当地美味可口的小吃 且每日都变换口味 让人感到无限的温暖 更令人发喜的是 极乐寺摘堂每日三餐 都播放贤公和尚佛门榜样光盘 法师大德们一边用餐 一边学习贤公和尚百年持戒修行 念佛自在往生之德 感到在此所品尝的饭菜 竟有无上的法味 有时弟子来得比较晚 饭菜比较少时 摘堂的菩萨们 都会想尽办法帮弟子添饭 夹菜 深怕我们年轻人吃不饱 其言行举止中所流露出的无限爱心 让弟子倍感温暖 极乐寺是一艘开往极乐世界的大法船 在上进下空老法师和海贤老和尚的领航下 四众弟子们齐心协力 乘坐这艘法船 共同航向生死的彼岸 五 十大愿望倒归极乐 在无量寿如来会上 这些位列上手的在家菩萨 全都是民心见性的法身大事 他们得佛变才 祝普贤恨 贤共遵修普贤大事之德 在生活中 若实普贤菩萨 十大愿望 随时误入华岩三昧 具足总持百千三昧 为诸数类做不请之友 并且将所修一切功德 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为敬业学人做出最好的榜样 这些菩萨们 是以十六正式中的贤护菩萨为上手 念工在科著中为我们筑解说 若按金金别矣 据波舟三昧经 此拔陀河 是念佛三昧发起人 亲见弥陀 仅故来此圣会 祝显念佛三昧无上法门 可见得 这是一场殊胜无比的无量寿如来会 这些菩萨 声闻 圆觉 天龙八部 跟净土法门都有很深的缘分 他们听到释迦牟尼佛为大众宣说净土法门 介绍西方极乐世界 大家都无量的欢喜 通通来到会场 为释迦牟尼佛做证明 给大众增长信心 我们非常荣幸 也能够成为世尊无量受贿中的一员 无论我们是担任哪一个角色 从事哪一项工作 人人都是平等无二 都是为共同成就这个虚空法界最为殊胜的法会 而尽己全力 克尽职守 华言妙言品说 一切法门无尽海 同会一法道场中 恩师上进下空老法师教导我们 这一会就是阿弥陀佛的无量寿如来会 大叔曰 如海一滴聚百川位 大海之中的每一滴水 都聚足所有江河的滋味 这是因为百川大河都融入大海之中的缘故 静宗法门就是如海一滴 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具足一切诸佛的名号 念一佛名 就是念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名号 受持这一部无量寿经 就是受持一切如来无量节所说的无量经教法门 末法时代 贤公和尚为我们表法 我们只有学习这个法门 才能够成就 且所得到的成果是无法想象的殊胜圆满 愿我们同尊静师之教 效法闲宫之行 持守弥陀大愿 尊奉普贤之德 身信切愿求愿往生 一生圆满不退成佛 以上是惭愧弟子恭敬学习 净土大经科著的浅显心得报告 不妥之处 诚请尊敬的师父上人 诸位大德同修会与批评指正 弟子在此顶礼感恩 开启发师的报告 看作者是很有进步了 能不能更有成就 完全在 是不是能够克服习气 关键在此地 日常生活当中 对人 对私 对物 时时刻刻都在考验自己 如果我们观观度顺利通过 提升就很快 如果心里面 还有起心动念 还有分别执着 这就是会造成自己 最大的障碍 也是严重的伤害 最一定要自己 名利自己 同修当中 报告里头 报告里头 有很好的 建议 有很好的体会 我们都应该记住 学习 要掌握住 尽重 尽重 树柳 一步进 一句佛侯 永远不退 像刘苏元老师所说 说修 说真 我们常常听到 听到怎么样 刘苏元老师 这都是魔化 魔说的 不是佛菩萨说的 我们用什么态度 不放在行上 通通 消归 这一句阿弥陀佛 就对了 好 忏悔感恩报告 尊敬的恩师师父上人慈见